農民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豆角的一些种植管理的经验 因为这几年种豆角的咱们农民朋友们也不少 也就是说豆角这个产量为什么一直就上不去 有什么比如说小配方能够让豆角产量会更高一点 所以说这一期我想给咱们朋友们聊一聊 第一个就是说在出苗以后在苗期的时候 我建议是这个 就是云苔素加上赤梅素再加上瘾朵乙酸 一般呢建议在苗期的时候这个量呢可以小一点 一喷雾气呢使用两克的这样的一个量就可以了 一喷雾气啊 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防止啊苗期的一些抗击性啊 比如说提高它的一个抗病害的能力 或者说提高这个抗干旱的能力 第二个时间段 就是说在这个豆角呢开花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这个产量也是形成的关键时期 除了就刚才说的像云苔素赤梅素引多乙酸之外 这个时候啊这个量要给它加到三克到四克这样的一个量 另外呢要给它配合这个熬和它的棚啊 有助于那么豆角加的形成 也为咱们产量的提高呢点了一个基础 第三个时期啊 就是说这个豆角呢在采收前的十天 除了使用这个云苔素赤梅素和引多乙酸放到五克尔的之外 这个时候啊 咱们为了保证它的一个产量 另外就是包括豆角的这个亮度有光泽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给它配合一道这个熬和泰的钙肥 这样子呢就可以有助于这个产量的提高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上色的比较好 而且这个产量的是不低的啊 不要小看这三次用药 如果这三次能够把握好的这一亩的这个豆角啊 一亩多收割几百斤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大家好 我是孟琪 老有人问我这个北方冬天的动什么东西啊 在中天怎么吃这个青菜啊 不能老吃这个螺蛊白菜对不对 咱们去看看 这一小片菜地 大家前几天也看到了呀 这个同号呢是最不耐动的 已经不行了 这个乌他菜呢还是没有问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冬天种植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这边呢 它这个温度在这个最低温度 一般就是在这个零下五度左右吧 不会再低了 所以说这乌他菜再过冬天呢 还是可以的呀 油卖菜呢 现在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的呀 但是到这个冬天就不行了 就不能食用了 已经冻了 有鞋你看 现在的话还行 再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现在这个最低温度呢 晚上也就是零下两度 超过零下五度肯定不行了 这个大白菜就不说了 这个菜肯定特别抗冻 对不对 不过到这个下雪的时候 还是需要用这个油布 给它蒙起来 蒙两层 要不然的话 它就冻坏了 再往里边呢 这个就是 看到没有 上海青啊 妈呀 能长一米的上海青 太吓人了 看看这个根 这是什么 上海青啊 至于菠菜呢 肯定没有问题啊 菠菜是特别抗冻的一种菜 它虽然说 只要温度太低的话 它不会生长 但是也冻不死啊 只要这个温度不要低于零下五度 它就可以一直在食用啊 因为我那边这个菠菜呢 种的有些早了 如果说你这个十月初 种植这个菠菜 到现在可以食用啊 这个有人认识吗 这个是快菜 长得跟白菜一样 为什么叫快菜呢 因为这个长得特别快 一个月的时间都可以食用了 现在看上去呢 有些老了 不过这个芯呢 还是可以食用了 它也没有冻坏 可以看到吧 但是这个大雪的时候 是不可以食用的呀 口感不行啊 大家好 我是孟琪 这个上一次 我移载了这几个 这个红叶菠菜 很多朋友问 为什么用机制 不用土呢 那今天就来讲讲 这个机制啊 顺便把这两个 口音菜也移载一下 让他们直播用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机制 你看 这个白色的是 这个 制食 这个黑色就是 草餐土 它这个制食的 那个吸水性比较好 它这个保水保费能力比较好 再一个 因为那个机制 它基本上不会板结 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都存放了很长时间 它不会板结 这个栽草方法跟上去 就是对模一样的 先把这些机制倒里边 就因为为啥 用机制不用土呢 这个机制它比较轻便 尤其是这个 都在家里边 你来会板的时候 都比较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有的时候那些土 它最表面呢 它就会说 其实那些杀土 就杀尘往外边飘 比较脏 这个机制呢 是比较干净的呀 它每天其实还配的 有这点巨膜 就每个盆里倒一点 用手给它火匀了 还是把这个水倒进去 可能他们说 这个水怎么颜色不一样啊 这个水呢 就比较特殊了 在里边插了一些的水中肥 所以说这个颜色 导致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栽草方法 跟上去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个下不露根 下不埋心 这个水中肥啊 到底配什么肥料呢 这个如果说朋友们不懂的话 这个没有关系 但过一段时间呢 这个傅老师团队店铺里边 会上一个这个东西 就这个机制 可以帮助大家 就是说这些在阳台种植的朋友 可以帮你配比好 就说你只需要浇水就可以了 其他什么都不用干了 好了 这一盆就这样就栽好了 大家好 我是孟琪 看这是啥 红叶菠菜 这个室外温度越来越低了 这个就整几颗这个红叶菠菜 移栽到这个办公室里边 这个有很多人说 它这个不会移栽啊 今天顺道教教大家 看看怎样移栽这个菠菜比较好 我们经常买到这个花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里边有这个三个洞 它这样呢 如果说你直接移栽的话 这些水啊 还有这些土 会就是说从这个洞里边流出来 所以说呢 我们就先铺上两个湿巾就可以了 就是平常所见的一个湿巾 我们用机制 机制的好处比较多呀 它这个皮土呢 更加的方便 但是这个机制它比较干 因为那天下方垫的有这个湿巾啊 不担心那个水会出的大面就流出来 一定要等那个它那个机制完全湿了 我们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 现在就直接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盆它特别深 实际上只要把这个根系 就是埋到这就可以了 就大家所说的那个 下部埋芯 下部漏根 一定要把这个根部全部埋起来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芯 一定要把这个芯漏出来 栽完就这样一个状态啊 咱这个苗内太大了 这个同样也是这样 注意这个机制 好 我说机制一定要完全潮湿了才可以移栽 大家好 我是温羞 这个老往大棚跑 这个不会开车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今天租了一个小车 来练练手 就是这个是不是很小巧 这个是四吹车 一块去试驾一下 就买个菜 尝试一下这种感觉 上车以后有点懵啊 这是啥 我的档位呢 我要挂的档啊 我的档位呢 只有这三个玩意儿 那人给我说这个是D N R 就这三个档 跟看玩笑似的拧着玩 看拧着玩 本来就紧张你还拍着我更紧张 你这是第几次上路啊 第一第二次上路我刚就来的时候 试了一点 这也叫上路吗 大家看看这是地里边 哈哈哈 地里边才敢看啊 那去村里边买菜 我又不出村 其他地方买菜有点肾的话 你能过吗 你问我了吗 我又不会开车 尝试一下 尝试一下 那边过了吗 那脚过了吧 可以 可以 你不能听我的呀 关键我会开瞎指挥的就是 哎呀过都过了 干啥呢 走吧 第一次开车好紧张 不用紧张 你紧张我比你更紧张 上这道就就跑开了 其实开车也不紧张 自己村嘛 嗯 直气壮 啥都不怕 这不是你会吗 还会挫车 我又不是啥 我这个是自己烤的好了 还不是买在这 买了点豆腐 买了点肉 回去炖菜吃 还买了包辣条 还是年轻 好了 要上路了 以后在路上遇见我的话 慢点容易出事